大家好 这里是117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1赛季 我们到底会看到哪些规则的变化 虽然说整体的规则是很平稳的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轮胎的问题 以及为了给车队们进一步降低成本 FRA在2021年的规则也是做了不少的改变 第一点就是对于下压力的限制 其实是由于所有车腿移植 通过了2020年不换新轮胎的原因 导致了现在使用的轮胎设计 仍然是2019年的 所以说这个锅背难力不备 这些轮胎的设计在核 已经快不能够满足2020年的赛车过弯速度了 详见英国大奖赛 出现了好几个轮胎boom的情况 所以FRA为了安全考虑在2021年 对于车辆的设计进行下压力的削减 其中包括车辆地板面积的形状 后刹车通风道的翼面长度降低 以及扩散器翼面长度的降低 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降低赛车过弯的速度 从而降低过弯时轮胎的载荷 同时背难力也表示 今年也会带来性能更好的轮胎 至少能够让轮胎在比赛的时候不爆炸 且不用把规定的最低的胎压设得贼高 让老轮胎们再撑一年 2022年就可以换新的18寸轮胎了 第二点则是对于领先车队空气动力仿真流体计算 也就是CFD的时间限制 以及对于落后车队的时间补偿 这也是FRA对于各个车队互相制衡的一个措施 防止强的车队越来越强 弱的车队越来越弱的正反馈循环 这项规定意味着2020年的车队冠军奔驰 只能使用90%的仿真时间 而最后的威廉姆斯车队 将会获得112.5%的仿真时间 这样来降低车队之间的差距 而这个时间限制将会在2022年后更加明显 2021年的冠军车队应该还是奔驰 在2022年只能使用70%的仿真时间 进一步的限制了正反馈循环 第三点则是禁止抄袭 基本上就是禁掉了Racing Point去年的粉色W10的操作 今年将会禁止使用3D相机逆向工程处对手的车辆设计 同时也禁掉了奔驰的DAS系统 当然去年这套系统具体发挥了多少作用 大概也只有奔驰能知道了吧 第四点就是省钱省钱再省钱 今年每个队伍都会被分配两个令牌 也就是Token来对车辆进行升级 除了使用这两个令牌之外的部分 将会被全部冻结研发 意味着车队不能每一场比赛都带来一大堆升级 目的就是省钱 让队伍能够冲到2022年 关于令牌系统 我之后还会做一期单独的节目详细来讲 包括为什么要用令牌 其实和麦凯伦换奔驰引擎有不少关系 同样还是为了省钱 今年背难里都是统一提供轮胎 车队们不再有选择权 意味着不管你什么战术 每辆车都是两套硬胎 三套中等胎以及八套软胎 所有的练习赛从90分钟缩减到60分钟 同时增加了车辆 以及动力单元的最低重量限制 目的就是让车队不用花大量的钱 用各种牛逼的材料去花式减薪重量 并且允许了一些新的环保材料 如亚麻棉花以及竹子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些材料有啥用 但是反正这些就是新的被允许的材料 这次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 随着2021赛季的开始 我也会上传各类新闻消息 之后每场比赛后 都会有全场的节目来聊比赛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一定记得点击订阅我的播客 大家可以在小宇宙 喜马拉雅等各类播客平台上 找到我的节目 微信搜索方程式漫谈 来找到我的公众号 上面有每期播客的文字内容 以及各个平台上的链接 如果你觉得这个播客有意思 也可以推荐给身边喜欢F1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